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商业谈判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播出的是第17讲 商务谈判之协调与仲裁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讲次的重点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是商务谈判当中 第三者存在的意义 以及第二点协调者之介入时机与角色 本讲次的教学目标有以下五点六点 第一个是认识谈判当中 需要第三者介入的原因跟情况 第二点是了解第三者介入谈判的优点 第三点明白第三者介入的四种形式 第四点是认识企业经理人 解决企业内部冲突的三种介入的方式 第五点是了解协调者介入的前提时机 跟阶段性的角色 以及最后一个明白协调者的四种策略 选择的模式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 一样是吴纳大学国际技术 两岸事务处的处长李处长到节目现场 非常谢谢制作单位跟何老师的邀请 我很高兴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是的 我们今天跟下一个讲次的主题 主要要介绍有关商务的仲裁 这个已经到了商业谈判的最后两个讲次 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下 在谈判情境当中 为什么要有第三者的出现 我们对第三者的要求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点 我们需要第三者介入的一个原因 所谓sir party intervention 这样的一个 我们为什么要第三者的介入 通常来讲 同学可以想象 在谈判的一开始 其实就是有某种冲突 对立的两方 他们为了要达成自己的期待 而跟对方来进行一个谈判的过程 双方都希望对方多一点的让步 这个在谈判 常常会陷入一些僵局 或者不可解开的时候 这时候通常就会有第三者 介入的一个原因 我们常想 即使是情侣或者是夫妻 或者甚至是兄弟姐妹 都可能会有发生冲突的状况 很多情况 我们都需要第三者来介入 帮忙协调沟通 更何况是 这个一刚开始就处在对立的 谈判的双方 所以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其实第三者介入的 他的一个时机跟他的原因 在谈判的从开始 甚至一道快要结束的 林门一角都会遇得到 那第二个我们探讨的是 需要第三者介入的情况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后面讲是 还会再有更多的说明 通常呢 通常这个谈判的冲突呢 可能不是很强烈 不是那种完全无法挽回 所以所谓中度的冲突 常常需要第三者的介入 第三点呢 是第三者的条件是什么 特别是他的商务谈判的协调 第三者他需要的一些 第一个当然是专业很重要 第二点是谈判第三者要有机制 再来他要很公正 他为人处事要是一个比较公正 比较务实 再来谈判第三者的品格也很重要 再来最后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双方都要能够接受能够认可 即使这个第三者拥有前面 很多很好的条件 但是如果有一方对他不信任 或者就是不喜欢他 他可能大家都喜欢他 但是有一方就是不喜欢他 就是不能够认同 那这个人恐怕也不太适合 担任协调的第三者 那第三者介入的好处呢 我们可以从几点来说明 第一个可以重建沟通的管道 第二点可以回归理性的辩论 第三点可以提供让步的下台阶 第四点可以解决方案的处理 就是促使双方找到解决的方案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第三者 在谈判过程当中 他有很多很多的角色扮演 比如说最简单的 我们刚刚在四点提到的 比如说沟通的管道 有时候双方到最后 可能谈判濒临破裂 那双方都关闭了沟通的管道 这时候第三者就要扮演 这个传达讯息 这个重建沟通平台的一个角色 那除此之外 比如说第三者还可以提供 这个解决方案的一个 一个触发的力量 这个所以第三者在 这个谈判过程当中 其实经常扮演很关键的 重要的一个角色 好 接下来我们请教 这个李处长的事实 那第三者 为什么第三者要愿意介入谈判 那第三者 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 您问得很好 就是说第三者 他并不是谈判的双方 他应该是无利可图 至少无利级的利益可图 那么他为什么要介入谈判 我自己在做 这个谈判的教材准备的时候 我是用结构的分析 把谈判分成人事实地物 那么谈判的人里面 我分成了四类人 第一个是我方团队成员 第二是对方团队成员 第三个是观众 谈判有时候有些观众 观众还分心理观众 跟现场观众 第四种我觉得是 就是所谓的第三者 那第三者它的重要性 就是它可以影响 因为它是这四种人里面 最不容易掌握 却是最能够左右谈判的局面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三者的研究 特别是在谈判人的部分的研究 是非常重要 那刚刚何老师问 第三者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第一个好处应该是说 有时候它也是一种义务 它是一种法律的义务或责任 也许它是一个仲裁者 或者是一个协调者的角色 那么它也不得不来当第三者 就也许没有什么实质的利得 但基于职责所在 职务所需求 所以它必须要做这个第三者角色 比如我们最常见就是 比如说乡镇市的调节委员会 那个调节委员 有案子到他 轮到他今天负责的话 调节的话 他就要负责来做一个调节 比如说我们等一下也许会谈到仲裁 仲裁员 如果这个案子是分给这个仲裁员 做仲裁的工作的话 那么他也没有 即便没什么其他利益可言 他也要担任仲裁的工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就现实来看 我们必须要考量了 有时候当第三者 有没有一点小的利益 还是有的 有小的利益也许就是人家送送礼 说很多好话 想办法讨好你 那有的是借着担任第三者的过程里面 可以为自己得到一些好处 其实他的利益 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 在这谈判双方的考量下 已经被纳进去了 所以第三者有时候跳出来 其实也许也是为了自己 那么第三种是好处是什么 他可以 我们想说增加分量 或者换一个说法 可以凸显他的重要性 很多人他永远不甘寂寞 他在譬如政治很多协商谈判 有些大佬已经表明了 他要退出政局了 但是他还是出来做第三者 为什么 因为他要你知道 他在这个政局当中 他永远是大佬 你必须要听他的 所以这个不断地凸显 他的重要性 不断地表达 他在这个圈子里的影响力 这个对他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是第三个好处 那么最后一个好处是 可以改善关系 或者说增加他自己的关系 借着第三者的角色 在两方的谈判协调过程里面 也许他不让某一方输得太难看 所以这样的过程里面 这个第三者就可以在两方之间 都营造到自己的关系 我甚至遇过那种第三者 在两方之间强投草 两边讨好 那么这个结局是一个中庸的结局 不输不赢 两方都不输不赢的 所以无形之中 他就帮对手 那个原来看起来比较弱势 会失去比较多的对手 赚得一些便宜 赚得一些先机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就赢得了对方对他的感谢 那么当然就日后促成 他自己的公司的企业 跟这个对手公司的合作开始 就是增加了他一个关系的营造 所以大概有这四项考量 是我们常讲第三者 介入谈判的好处 好的 谢谢李老师这段的补充 我们知道第三者 在谈判当中的介入 其实相当的重要 那第三者有时候 透过他的介入 也可以增加他的分量 或者改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第三者并不是 他有一些条件 我们待会会来说明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当第三者 所以有机会当第三者介入 他其实他代表 他在他的这个领域 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所以我想第三者 他也有他介入的一些动机 好 这一段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好 这段节目 首先我们先来跟同学介绍 第三者介入谈判 他的主要的形式 好 那我们这个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是谈判双方对结果 谈判的这个结果掌握的程度 那另外一个是 谈判双方对程序掌握的程度 那分别是低跟高 两种状况 好 第一种状况就是 如果双方对过程跟对结果 掌握度都很低 那之后第三者介入的形态 他是一种独裁的 就是都由第三者来决定 这个整个谈判的程序 跟他的结果 好 如果这个双方对介入 对这个谈判的程度掌握比较低 但是对结果掌握度比较高 就在我们左下角 那个情况叫做协调 这是第三者的角色 他的形式是协调 好 另外一种 如果两个情况都高 如果双方他能够掌握 整个谈判的程序 跟他的结果 那这就是回到 双方谈判的这种情境 好 第四种情境 就是我们待会儿 主要要谈讨的是仲裁 仲裁的这个形式的发生 是当双方对谈判程序的掌控度 比较高 但是对结果的掌控程度比较低 因为是由仲裁者来做 最后结果的掌控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仲裁 好 所以我们按照这两个构面 可以把第三者介入 分成我们图卡上面 这显示的这四种情况 好 接下来我们再一一简单来 跟同学再解释一下 好 第一种独裁的状况 那独裁当然是 他是用那种独裁的方式 也就是说这个第三者 他决定过程也决定结果 好 第二个是仲裁 就是第三者是决定结果 但是不决定过程 就过程还是由双方来决定 所以因为仲裁要出自双方的一个志愿 第三种协调 那协调是指这个双方对程度的 对过程的掌控比较低 但是对结果的掌控度比较高 就是基本上还是由谈判双方去主导 那协调者的只是扮演一个 也许是传话 也许是一个沟通的管道 但是对谈判最后的结果 他没有掌控的力量 第四种 就是我们在图卡上的 第四种情况 就是双方对谈判双方对于谈判的过程 跟结果都有高度的掌握 这时候这种情况 其实第三者介入是很尴尬的 因为他既不能掌控过程 也掌控不了结果 这个谈判基本上还是原来的 谈判的双方在主导的过程 第三者大概只是扮演一个串门子 或者是了不起是一个主持 或者当一个主持会场 或者提供一个场地的一个 不是这么重要的角色 好 那其他还有第三者介入 还有其他的方式 第一种叫审问式的介入 那这个就是第三者 他用好像用分别去审问双方的 这种方式来介入 那第二种是反向式的介入 那是指这个第三者 他是被动的出于双方的要求 来介入这个谈判 第三种是触发解决方案的 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 相当积极的一个角色 就是由第三者来提供 一个解决的方案 给双方来做一个参考 那如果双方同意的话 那这第三者的 他的功能就成功达成他的目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协调者的介入的时机 跟他的角色 但是上我们先来看 什么叫协调 我们刚刚提到 协调是指这个 他们对过程的掌控度 是比较高 比较低 但是对结果掌控度 比较高的这个情况 那协调者通常扮演的角色 也不是太积极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他的功用 通常是来扮演这种 协调者的功用 通常比较简单 他大概扮演一个 沟通的平台 传话者 的一个角色 或者是维持秩序的一个角色 他角色其实是 稍微比较消极一点的 一个姿态 然后协调的基本条件 我们来探讨一下 他有两个基本的前提 第一个是双方都想达成协议 所以他们找一个第三者 来当作协调 第二个是协调者 能够被双方所接受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协调者他并没有 去决定这个协调者 他的结果的一个权利 他只是扮演一个传话 或者是一个 沟通平台的一个角色 接着我们请教 李主任是 那这个谈判当中 第三者介入跟出现的 这个时机是什么 是什么时候要介入 我想有一些考虑的 第三者在什么时间点介入 其实各有盘算的 那么我想有大概有六点 可以我们来做一些参考 第一个就是 他可能出现在一个 中等程度的冲突 就这个冲突如果是太激烈 已经大家撕破脸了 那么大概也不会再 请第三者出来 或者这个冲突是在 一开始刚发生的时候 我想也不太需要 第三者出现 所以他的冲突点 是在中等程度的时候 是最恰当 那么第二个是 谈判双方 其实他们都有 解决问题的意愿 如果一方 任何一方如果不太 想要解决问题 想要拖的话 那么大概第三者 出现的机会也不高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说 谈判双方 他都要同意邀请 某一个协调者加入 就是这个第三者 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 因为有时候会有顾虑 那个第三者的立场 是跟我们一不一样 所以他们也会有 这样的考虑 第四个是说 谈判的冲突的事项 是不是极为有限的资源 如果说这个 所以我们常讲 谈判是要想办法 把丙做大 丙做大了以后 谈判的可能性就增加 那么对那种零和事的谈判的话 只有一个选择的 一个资源决定的机会的谈判 通常第三者介入 处理都不是好的结果 我有举个例子 比如说政治上面 我们要选市长 市长职位就一个 如果说我们请第三者 这个第三者出面 来协调市长给谁选 那我想通常都是不欢而散 困难 如果当然我们有时候 他会把资源再做扣大一点 说你选市长 我选立委 他选议员 如果把丙做大一点之后 那这第三者出现在谈判 就有意义了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是谈判的双方力量 最好是要相当 即使不相当 也要往接近的路来走 就谈判双方如果实力非常悬殊的话 通常强者是不太屑跟弱者谈判 弱者永远跟不上谈判的强者的脚步 所以这样的时候 第三者出现的机会也是很低的 唯有在双方实力接近当中 第三者出现才有意义 我们看很多例子 这个你看电视 每次要选举的时候 公办对于要不要进行 公办证件会的这个谈判 通常是双方实力越接近的时候 才有可惜 如果双方候选人实力差很多的时候 这种要不要公办证件会的谈判 大概都不可能会发生 那第三者来也无用 同样道理 两个银行 两个企业 在商业上面来看 如果他们要谈合并 诊病的话 通常这两个银行 一定要彼此实力逐渐接近 如果一个银行很大 一个银行很小 而且差很远的话 那么这个小的会怕被吃掉 大的觉得你根本对我帮助不大 所以邀请第三者来介入 这个合并银行的过程 就不太有必要了 最后一个 第六个就是 谈判双方都不想要走上仲裁之路 有时候仲裁是我无法掌握的 因为仲裁毕竟是比较专业的协调 那么仲裁者的判决处理 通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预期的 所以如果谈判双方都不想要仲裁 那么这时候就找一个协调者 来做一个协调的工作 这时候第三者才有他发挥的空间跟机会 大概是这六个 好 谢谢理事长这边的 跟同杰的说明 我们知道这个谈判当中 这个陷入僵局或者是无法解决的时候 经常第三者都有一些介入的条件 但是也不见得在这个条件产生的时候 第三者就一定会介入 因为我们还是要等待这个时机成熟 它比刚刚有讲几个原则很重要 谈判双方的时机不能差距太大 这个冲突也不能太激烈 那这个资源也不能够太不可分割 对 越大越好 可以分割 它比像刚刚或是说这个大但是可以分割 如果是这个资源是独特的资源 这个位置是很大的位置 而且只有一个位置可以选 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位置可以让你来分配 是 这时候我想也很难 第三者空间就有限了 空间就很难接触 对 我想这个接触是需要一些时机 并不是 并不能强求 对 好 好的 那这一段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好的 我们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继续跟同学探讨两个主要的主题 第一个我们要探讨的是 协调者他的阶段性的角色 我们知道在这个谈判的从一开始 双方接触到沟通到提出方案 到协商到妥协让步 到这个谈判的锁住阶段 或者锁死阶段 到谈判的终结的阶段 这个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 很多这个第三者介入 不同的阶段介入 他有其实有不同的一个阶段性的角色 那大致上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跟同学说明 第一个他第三者可以扮演 协调者扮演这个沟通的 理清问题的角色 有时候我们讲说这个当局者迷 双方可能为了一件事情冲突 但是实际上这个冲突 其实他们也许是在做一个无谓的 就没有必要的冲突 或者双方只是一个误会 对误解 所以这时候这个第三者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所谓厘清问题的这个功能 也许把问题厘清之后 双方认为原来我们的冲突是误会一场 那这个谈判就能够继续走下去 那如果没有一个第三者介入 我们刚刚也讲到第三者当局者迷 那双方永远搞不清楚 他们争议的这个问题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第二个角色是测试双方让步的幅度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一个房屋买卖 这个第三者就是房屋仲介 公司是一个很标准的第三者介入的形态 今天如果由屋主买方跟卖方直接接触 这个买方要开价很尴尬 卖方要拒绝也很尴尬 所以这时候第三者就可以介入 比如说买方开价是1000万 然后这个仲介就把1000万这个价格 带去给卖方 那卖方也许他理想价是1200万 他想要卖高一点 所以卖方可能就是说1000万太低 那我要1200 那这时候这个第三者 这个仲介人员又把这个1200万 这个提案把它带回去给这个买方参考 所以这个仲介在这里头就扮演一个 测试双方让步的幅度 那也许有一方就很坚持说 不行我一定要这个价格 在第一块钱我都不卖 而且他非常非常坚持 那这时候这个第三者 也可以把这个讯息告诉另外一方 所以这时候第三者在这里头 扮演角色就很重要 那第三个是催生让步的角色 我们follow刚刚那个例子 这时候这个仲介公司的员工 就可以跑去跟这个买方 或者卖方说服 告诉他说 其实这边最近这个地段很好 这个房价也在持续上涨 所以买方是不是可以把价格提高一点 或者跑去跟卖方讲说 最近这个区域要卖的房子 那这个时候他就把双方都找来 告诉他们对方都愿意让步了 我们宣布我们这个买卖成交了 后续我们就进行其他签约 过户那些事项 好下一个主题我们探讨的是 这个协调者的策略选择的模式 协调者他的策略选择有相当多种 这也是他的角色扮演 第一种他扮演的这个策略选择 或者他的角色扮演 我们叫做解决问题型的 就是我第三者我是来解决问题 帮你们把这个争议解决 第二个策略选择是补偿型 就是我为了你们双方能够打成协议 我提出一些 你补多少给他 你补多少给他 就是好像这个作为补偿的 这个提出一个补偿的方案 第三个是一个压制型 这个通常第三者比较强势的时候 他可以扮演压制的 他可以命令 比如说这个当家族在发生纠纷的时候 这个家族的这个长老 这个大老就会出来讲说 不行你不可以这样子 你不可以这样子 好这件事情我说了算 所以我告诉你们要这样做那样做 所以压制型是一种策略选择 也是一个角色扮演 不过比较适合在 这个第三者是比较强势的 志愿比较多的 地位也比较高的 最后一种叫做无作为型的 这个无作为型就是无为而至 它只是穿梭在两边 让双方安抚情绪 然后让你们这个好像当作一个缓冲 好像是一个buffer 只是一个缓冲 这种是无作为 可是无作为看似无作为 其实它的功能还是在的 好接下来我们请教李主任是 这个谈判者在我们课本上提到了很多条件 那还有哪些角色是可以出现的 还有说第三者终究是我们讲说能力重要呢 还是公正性比较重要 这个我们也常在讨论到的一个问题 好的 所以就您刚刚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第三者出现的角色到底有哪一些 那么根据国内著名的谈判专家 这个张国中教授的研究 他在他的著作里面就提到 从功能上来分 大概第三者的角色有六种 那么第一种就是您刚刚提到 那种无作为型的安抚 安抚者 他大概就是去两边让他们减少伤痛 那么不要让他们对这个事情太在意 那么把每个人的情绪 把双方的情绪都尽量恢复到正常 这是他最大的贡献 安抚者 但他对整个谈判的结局 结局并没有实质的帮助 进展没有实质帮助 这第一种叫安抚者 那么第二种我们谈到比较常出现的 也是比较积极性的叫协调者 这是我们讲过了 他就是第三者最好的角色扮演 他能够协调双方的立场 能够达到彼此一致 能够双方都能勉强接受 那我想这种是我们最喜欢的第三者的角色 那么第三种角色指的是 仲裁者 刚刚我们也提过 有一些像是调节委员会的调节的委员 或者是仲裁协会的仲裁员 他们扮演就是所谓标准仲裁 因为他的结果大概几乎等同于 法院的判决 有拘束力的 有法律效力的 所以这是第三种仲裁者的角色 那么第三者还有种角色叫做调查者 有时候第三者 譬如说他是中立的法官 检察官 那么他至于有公权力的行政官议员 他可以介入去调查的 这种叫做调查者 他是用这种角色来出现 这也是种第三者的出现 那么第四者 第四种就是我们常讲特使 特使我们以前很多年前听过有密使 谁谁谁某某政治人物 他派有密使到香港跟大陆的某某某做谈判 那个其实密使的观念 就是所谓我们这边讲特使 他可能嫌主人之命 拜托他什么样的事情 到第三地跟对方派出来的密使或特使 做一个商谈 这也是一种第三者的角色 那么最后一个第三者角色叫做信差 那么这种通常是传递一个话 传递一个口讯让你知道 但是其实他对谈判的实质进展 并没有加快脚步的贡献 没有的 那么从功能分是这样子 另外张教授他也有一种分法 他是问第三者可不可以公开 可不可以让他身份公开 那分成两种 一种他说是要正式的第三者 他的意思是正式界定 双方接受可以同时接触双方 这种叫做正式的第三者 我们刚刚提到的安抚者 协调者 仲裁者 调查者 大概都有正式的第三者的性质 那么相对就是第二种 不能公开身份的 他叫做非正式的第三者 那么这个中间常常只在传递讯息 或者是代表双方主谈者的意见 做一个沟通的试探的 这种的话大概就是指的是特使或是信财 刚刚何老师还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谈判过程里面 第三者它到底是能力重要 还是公平 公正重要 我这样讲 我们理论上来讲公正很重要 您刚刚在前段的节目也提到 公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就达成谈判的结局来看的话 能力或者我们说叫影响力 好像比较能够促成双方达成谈判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 如果一定要写个答案 我觉得应该都重要 看你从什么角度切入 双方的接受来看的话 当然是公正性很重要 但就整个谈判的结局来看 很可能有影响力的第三者 也许它不公正 但它对双方有影响的力量 它有强制权 有很多法定的权利 法定权 酬赏权 透过这些权利能够影响别人 那可能影响力或者能力 会比较重要一些 是的 好 谢谢李老师的补充 我想这个公正本来也是一件 很难界定的一件事情 我想全世界也没有一个人 敢这个派胸部保证 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公正 因为人总是有他的偏好 有他的喜好 一定有他的心中自有一把尺 所以公正也其实 也是我们期待的 但是也许真正要达到公正 还是蛮困难的 好 以上是我们这个讲次的内容 那我们谢谢李老师今天的参与 也谢谢各位同学今天的收看 好 下次见 谢谢 好 下次见 ? 黄金 amazon Alt 慢 继续